新闻 德国总理梅克尔收留了很多中东的难民 不过你知道吗 这些中东的难民现在在德国社会当中造成非常多的问题 上个礼拜六 这个难民纯粹只是因为说 他当时想参加当地的音乐会 受到拒绝 他竟然跑到餐厅杀人 另外还有一个难民 他竟然学的是五年前挪威奥斯路当中大屠杀 他竟然用声东极西的方式在购物中心当中疯狂扫射 使了十几个人 还有一个难民 他说他只是在火车上面决他去想杀人 杀了四个香港人 我们要问 这么多难民的问题让德国的社会应该何去何从 而德国的政府应该如何面对 德国的恐怖攻击 这鱼龙的枪响吓得民众仓狂逃窜 德国第三大城乌尼黑 22号傍晚5点50分最热闹的奥林匹克购物中心竟遭血腥攻击 二十九万八年 一年十八岁的德国基一老地生手 床入商场附近的麦当劳 一直到寒箴主治大后便开墙滥杀 之後手持步槍 一路走進購物中心內 打開殺戒 奪走多條無辜性命 連年幼的孩童也難以倖免 他們還在殺了孩子 他們沒有做到 他們還在坐著吃 掃射後 胸弦還一度跑到屋頂上 切絲敵禮吼叫 甚至與目擊民眾隔空對罵 期間表示自己是德國人 上面有兩位高屋 我正在屁股上站著 一位高屋 然後一旦聽到 我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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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發後 當局立即出動反恐小組等 2300名警力 也一度暫停大眾運輸 進行搜捕 休閒最終隱淡自盡 而當局也初步判定 是孤狼士襲擊 你看一個禮拜當中 發現這麼多的血案 很明白這些難民 現在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是的 過去德國的話 一直給人印象 他們是一個非常沉穩 而且非常非常成熟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社會 但因為這幾年來 因為他們接納了 來自於就是 穆斯林這樣的難民之後 其實變得並不平靜 其實過去幾年 已經看到有個問題 就是他們的一些 社會治安上面 因為難民的出現 所以產生了這樣子 很多的一些摩擦衝突 這個因為特別滅擊對不對 對 那這幾天的話 其實有沒有 在德國來講大家都很害怕 為什麼害怕出去 那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有所謂的孤狼士的攻擊 就出現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最新發生 就是7月24號晚上的時候 在紐倫堡這邊有發生一個爆炸案 這爆炸案的話是一個 27歲去利亞難民 他是在一年前的時候去申請就是政治庇護 他還是住在這個德國的難民裡面 申請歸申請 但是被拒絕了 然後呢 他本身來講的話 他有兩次的一個就醫紀錄 都屬於身心障礙這方面的一個問題 你說他精神有點狀態 對 他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存在這樣 那是不是造成他一個導音 這個我想警方還要繼續再查 那他那天是什麼情況 因為他附近的時候 在紐倫堡那個當時旁邊一個小城市 舉辦了音樂節 他那時候本來是背了個背包裡面 放了爆裂物 還有很多的一些金屬碎片 他當時是意圖要進入到這個音樂節的 這個會場裡面去 他沒有被認可進去 他被拒絕了 他被拒絕了 那可能身上沒票 或者是一些身分證明 所以他被拒絕之後呢 他轉到了這個音樂節的會場 附近有個小酒吧 就在裡面引爆了 就瘋狂殺人 對 就引爆了 引爆了之後當然 當場造成他死亡之外 還有12個人受傷 現在目前的話 這個案子因為是最新 所以德國的警方還在查 到底是他的真正的一個動機是什麼 這部分的話有沒有 可能日後慢慢慢慢的會 會比較那個真相會明朗化 另外一個的話 比較湊巧在哪裡 就是在紐倫堡 這個有一點距離的這個地方 然後呢 也發生了同一天 同一天發生了另外一起的一個 所謂的攻擊事件 而且呢 非常湊巧的是 這個攻擊者也是敘利亞難民 當時他拿了刀 刀械出來之後呢 就殺死了一個婦人 然後造成另外兩個人的一個受傷 它其實它是一個 所謂的衝突摩擦的一個事件 就是跟那個 當時跟那個婦女有一點衝突 那這個衝突的話 有沒有所謂的預謀性 這個部分上面呢 也來查 因為都是24號同一天發生 它是在白天發生的 需要調查 需要調查 很難講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跟我們所謂的 恐攻的狀況是有關係的 這個是一個伊朗裔的 在當地已經住了兩年的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穆斯林 他其實原來的身分也是個難民身分 但是他是很順利的 就通過了整個的一個審核狀態 那他平常很喜歡玩槍 那他也是在有就學的狀態 他人家玩槍在就學 可是呢 他慢慢慢慢就去迷上了一個人 就是之前的時候 有在奧茨路那邊有發生過一個 就是一個殺人 這樣子一個連續殺人事件 他去學習那個殺人魔 對 在警方在他家裡面 是找到了非常多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報導 包括他就說OK 那當時他整個案發的一個過程 還有包括他在整個 後面的一些狀況 他們其實都慢慢慢慢的 有發現到這類似的資料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這個年輕人 然後當時的一個 整個案發的狀況的時候 你看那個德國的一個特警 就出現了 而且呢 在這個過程中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就逃難逃出來了嘛 那你逃出來之後 大家有沒有就兩隻手放在那邊 因為當時警方不知道到底 兇手有幾個 也不知道槍手有幾位 所以呢 只好有沒有就魚罐的有沒有 就這樣兩手有沒有 這樣摊開來 就這樣走出來這樣 所以當時的緊張的氣氛 是這個狀況 那另外一起的話有沒有 那也是跟宗教是有關係的 又是宗教士啊 對 而且他是一個年輕人 在火車上面殺人那個 對 為什麼是年輕人 他也是一個很年輕 十七十八歲 十七歲的一個少年 而且他是阿富汗的難民 這個 這個年輕人呢 他當時的時候 在行凶的時候 有喊到所謂真主治上 這四個字 你要知道 對穆斯林來講 真主治上這四個字有沒有 是很稀疏平常的 對外國人來講的話 就是非穆斯林以外的話 他們會認為說 你是懷抱有某種宗教意義 所以他會來做這種事情 當年那個案發的過程中的時候 他是拿了一把斧頭跟刀 尖刀 然後就上了這個 巴伐利亞上面的一列火車 他上去的時候 他還是有預謀去觀察啦 只是大家不能夠理解 就是說 照理講他應該是對付的 應該是 就是其他的白人 可能德國人啊 或其他人這樣 他對付四個香港人 四個香港遊客 幹嘛特別挑香港遊客啊 對 這個是不是有種族上面的 一些這個問題 現在目前不知道 就是說因為亞洲人很好認嘛 亞洲人的話我們皮膚 他就畢竟跟老外不太一樣 也跟黑人不太一樣 他不去挑黑人 他也不去挑白人 他就挑了四個香港人 所以當 當時他持著這個斧頭跟利器的時候 去攻擊的時候 造成這四個香港遊客有沒有 重傷啊 然後都還蠻慘的這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他喊了一個真主之上 所以現在目前 他們也把它列為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是一個所謂的這種 被污染的這樣子的一個 思想被污染之後 所造成的一個叫一個 孤狼的這樣一個行徑 這個部分的話有可能 現在目前還不確定 所以有可能他是跟這個 整個思想被污染的 伊斯蘭國是有關係的 現在目前這四個案子發生之後 德國的當局的話 我看到最新的報導是說 他們已經針對 像這種所謂的難民 在德國的一個活動狀態 他們已經加強了一個監控 跟整個的一個 防護的一個網絡 由於他們對於難民 因為他們有很多難民 其實平常的時候 是讓難民可以這樣子自由進出 因為德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 他們也相信所謂高度管理 是不需要的 他們也認為就是說 這些難民也會自治 但是因為這個事情 事件發生之後 現在德國的所有的那個 穆斯林的難民 外面內外的話 都會有很多的一些 大批的援警進入之外 另外的話就是你去哪裡 要做什麼事情 你不能單獨行動 你必須要跟其他人 有沒有 一起過去 用連做法處理了 對 有一點這樣子的意味 已經出來了 這樣的東西出來之後 能不能克制再有 類似的狀況出現 我們拭目以待